Nos Nos 我是我們叫Kam 來各位 今天的話有鑒於 我們的中國那邊啊 都會再版一些非常奇怪的東西 就換我們的Cabitro DX 跟我們戰敲DX 全部都複合 但那兩個我都有了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買 而且開箱過了 可是有個東西啊 我個人覺得 應該可以算是新規了 就是 我們的一個 假 樹 蟲 欸 不得不說 官方知道啊 在中國那邊 果然還在用全日語的包裝 但比較奇怪的是 明明是全日語的包裝 不帶日文販售 這超級奇怪 但 好吧 也是很理解啊 可是這個新式包裝 其實還不錯啊 但 我還是覺得 舊平成的那種舊式 可以開到內部的包裝更炫 但我坦白說就是 這樣還是看起來比較 方便保守 而且看起來也比較好一點 而且也不用怕曬壞一點 所以那還不錯 然後那我完全說 這個加速層 如果只有這一面的話 那我個人覺得就還好 就是單純的複合 就不會像我剛才講 還有新品的概念 然後那這邊的話 有我們 Cabitro的一個標誌 可是同時這樣 這東西除了我們Cabitro使用之外呢 我們的 戰敲 也是有使用的啊 哇 好屌喔 我還是說 當初我買CSN版 完全就是因為有戰敲的一個音效 但沒想到 現在DX版本就有好不好 我直接傻眼啊 因此呢 今年我才特別把這盒給搞回來好不好 我一定要看它這個音效到底差在哪裡啊 而且重點是官方這邊表明啦 除了本身Cabitro的基礎 比賽之外呢 戰敲的變成也是有的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今天的話 應該可以玩他 非難幫他屌的內容 所以我們就來帶大家開箱一下 然後那我把這個抽出來之後 哇 真的沒想到 有生之年可以玩他這個的全新版本 我真的直接傻眼 好扯 你要知道我那個年代啊 那個時候的加速蟲啊 一隻那個精額是全新品的話 堪比CSN 好不好 各位我抓住未來了 喔~~ 無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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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很讚耶 不過是新品啊 看起來整件的塗裝上還是非常不錯的啊 但我覺得比過往舊的還要再更亮澀一點 但也合理啊 畢竟它是屬於再版的風格 然後呢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會給你一個側掛部分啊 這個側掛部分 哇 也是很容易缺失的東西 好不好 所以在告訴我這邊是補給你啊 因此呢 這一包裡面一共就有這兩個道具啊 蠻讚的 然後呢我們稍微看一下細節部分 基本上前面這邊啊 金屬色的塗裝 其實塗得分分之不出來有沒有 這邊還有金屬類似烤漆的塗裝啊 哇好屌喔 我沒想到它是DX再版 可能會稍微閹割一下 就是部分內容 不會拉到這麼的豪華 就是成型色這樣子啊 沒想到它竟然採用跟舊瓶的一樣 就是只要有顏色的地方 都是給你金屬烤漆好不好 超級讚的 頂多只有中間這邊銀色部分 屬於塑膠成色 在CSN這邊是金屬啦 但好吧 也蠻合理的 本身它們的塑膠成色的工藝 已經越來越兇悍啦 所以呢 基本上這邊也是沒什麼問題啊 我之前金屬感還是很重 然後呢 然後我們下面這邊可以看到 銀色的一個塗裝 一樣帶有金屬紅的一個塗裝 好扯喔 沒想到這個這麼便宜 我這個硬碗其實好像才 七八百塊而已 整體我覺得還不錯 比起你買CSN來講 這個算是更加更加划算的選擇 因為畢竟 CAPDOR的腰帶 只有補充1.5版本的 然後黑豆也是1.5 加速手是沒有附贈的 所以呢 官方感覺有點像是暗示 你可以搭配這鏡也有彎 然後上面這邊的話 基本上也是有銀色的一個塗裝 基本上全機都是塗裝啊 我覺得整體它沒有需要再加工的地方 有啦 因此它說什麼可以加工的地方的話 基本上大概只有下面這邊嘛 就是這種黑色的樹在什麼 但我覺得也ok啊 我覺得頂多上個消光而已吧 然後上面這邊的話 有沒有 ZEKTA這樣子啊 哇好讚喔 這邊一樣是金屬色的塗裝啊 基本上整體的這一刻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完全不會輸當年的DX版本 設計非常好 頂多就是小數一下CSN版本 但你考慮到價格部分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個是完全屌打的一個狀態啊 我是滿分10分我會給它到10分的一個步驟嗎 算是超級有力推 就算是簡易版 我也覺得是可以入手的好不好 畢竟它本身跟腰帶是並沒有10支的多具功能 這個要出可能要等到2.0版本 很難啦 好其實也不會很難 畢竟W已經出了先例了 我覺得CAPUTO2.0已經在路上了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覺得 真的整體還不錯啦 然後呢再來側掛部分 側掛部分是醬裝 跟大家說明一下 基本上就是 這樣子啊 而且重點是呢 你把這邊拉伸死 還會有CAPUTO的標準 好 好我們現在稍微把這個撞一下電池 因為大家CAPUTO都看膩了嘛 所以呢 我們來玩一下 戰敲 其實我在當初看CAPUTO的時候 完全沒有想過 戰敲會這麼晚出現 雖然說一看就知道已經是Kagami的 但沒想到它第一次的時候卻失敗 然後呢 在後續的時候才獲得了我們的一個戰敲 開始了 好帥 雖然說CAPUTO很帥 但我還是覺得戰敲給我震撼力度 還是比較強一點 重點是這個 嗯 不如說新的玩起來就是整體比較沒有壓力 我真的覺得這件玩舊的時候 壓力超級無敵大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舊那顆真的快壞了 我剛剛稍微研究起來 就是按壓這邊也沒有辦法切換 所以呢 基本上 它要切換時只能推這邊 好吧 跟大家說明一下 但它的切換方法有點奇怪 這應該也算是DX本身的缺點 沒關係 我們來試玩一下 完全不用買CSN好不好 CS那個櫃到嚇死了 雖然它也有戰敲內容 但這個DX幾百塊而已 啊就可以玩到這個 我在傻眼好不好 但我也覺得很合理啊 畢竟那個CSN也是幾百年輕的東西 現在這個2024推出一個 也是很合理啊 只是還是覺得太扯了 剛剛這個應該是 要不然CSN內容 就沒想到它可以下放到我們DX 還真的有耶 哇 好帥喔 我的天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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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我們戰橋 終於也擁有自己的DX產品了 而不是僅限於CSN產品了 所以看得出來啊 就算沒有任何的回歸 好 其實所以它在實用片有回歸 也是可以再版給你看的好不好 然後呢 我們最後再詳細的操作給大家看 但玩的時候 因為本身它是屬於FaceXM 所以呢 它本身也不具備解除的一個音效 因此呢就是再玩一次就OK了 然後跟它說明一下啊 就算我們剛才上面已經進入這個模式嘛 但是如果你要再玩下一次 一樣是要拉比較久好不好 這樣才可以進入我們的一個 敲行銅的型態 好屌喔 我沒想到這個真的可以復刻成DX版本 出給大家而已這麼便宜的價格 它本身還是有具備一個超級的一個加速 所以我們稍微試玩一下 果然眼睛這邊就是好呼吸的啦 這樣才有本身我們的一個加速模式的一個音效啊 嗯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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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操作整天的時間蠻久的 就是你可以拖一下 然後再使用必殺機啊 噢 嗯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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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人它在戰鬥時它一開始加速嘛 然後呢 到快結束時它會有 就就就就就會一開始加速一個聲音存在啊 所以呢 增添上還不錯 增添上還不錯 然後呢 這話再來是實現一下當年的一個必殺機 這個杯子 好嗎 哦 Ride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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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違和感 就算說不上來 但好 這個我們到底要到下一篇的一個比較篇 畢竟我們也有出版嘛 然後呢 也有CSF 做個完全再版的一個版本嘛 所以呢 感覺應該是可以做 嗯 但還是很帥就是了 畢竟那個 1 2 3 然後 激 HIPER KICK 哇 那個還是非常非常之精調 這樣的話 就算是幫這個完全新規那種 先幫他做一個補完 畢竟這個話 才是大家最喜歡最喜歡看的一個內容 然後呢 明天的比較篇的話 基本上我們再順便 玩一下卡布斗的一個部分 畢竟這樣子的話 才可以做比較 畢竟三個版本都有卡布斗的一個內容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 完全再版的一個 Hyper Sector 然後呢 我們今天開箱說我們戰敲篇 雖然這卡布斗篇 也是蠻有意義的 但卡布斗篇開過太多次好不好 基礎款 CSN款超多次 雖然這一次的話 主軸還是我們的戰敲版本 雖然說這也有講過 但是僅限於CSN 我個人覺得 這一次真的可以入手這個好不好 這個真的太爽了 水準 然後呢 同時間還可以搭載CSN內容 我個人覺得 已經沒有什麼東西比這個更佛心 好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卡布斗篇 戰俏的一個 Hyper形態的關鍵開箱 沒想到真的還可以再開到這個東西 好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支影片的路 希望請大家在這邊下集 拜拜